大千世界 南北西东 大千世界 南北西东 三岁舍流方台 娱乐生平 知山 情瑶谈 天心芽 春风秋月 冬雪风 留得彩河听雨声 冷眼看浮生如梦 烟雨化碎落 冷眼看浮生如梦 烟雨化碎落 走过了三春六水 大海大京啊 看幻雕灯红酒绿 是太燕亮 争了什么 我来弄了什么场 冲浩瀚的长荡香 金银财宝莽黄凉 倒不如无流无虑 开心笑一场 愿诸位 招财祭宝 喜气扬扬 谢谢 下面请您欣赏大上寿表演者 岳云鹏 孙岳 谢谢 你要给我生宝宝 你恨我 怎么了这是 改群口了是吗 太热情了 好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刚才这个节目叫做论捧豆 对 一段传统的相声 老节目 郭麒麟 捧跟他叫 不认识啊 颜鹤翔啊 对 大脑袋 颜鹤翔 二位说了一段 很默契 是 论捧豆 一捧一斗 形容的是相声 演员两个人 默契 对 我们两个人呢 合作时间也挺长的了 时间不短了 今年是第九个年头了 没错 明年就是第十年了 十年了 我的好搭档 我的好朋友 这也是 对我特别好 是是是 好比是亲哥哥一样 你看有这么一说呀 他媳妇好像亲嫂子一样 没错 我们三个人这种爱情关系 我们好友一比 您等会儿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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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友一比 越来越来越来 不要说话 您等等等 我不说话 我全陪一天天了 你知道吗 您等会儿 我是你亲哥哥 那是你亲嫂子 对 咱们仨 怎么能是爱情关系呢 不是吗 咱仨是友情关系 友情关系 但凡你跟我们有关系 你也属于就是 结晶 你这个占便宜 你这个占便宜 不用拐一个弯是吧 不用 还行 都明白就行 这是我的亲哥哥 那是我的亲嫂子 没错 我就好比是武松 对 我们三个人这种 这种关系很微妙 你也没拐弯 我都死了 是吧 我 怎么您是武松呢 就特别的好啊 交情好 没事 他买点东西 上我们家看我去 串门嘛 他岁数比我大呀 嗯 买点东西 上我们家看我去 买个 买个电视 买个冰箱 买个洗衣机 上我们家看我去 您等会儿 您等会儿 我上你们家串门 对 给你买冰箱 彩电洗衣机 你是我生的 是怎么着 你是 对我好啊 没有这么好 买点水果点心 得有吧 对 我也得瞧他去呀 李上往来呀 对不对 买个冰箱 我瞧他去 买个冰箱 您买个冰箱 瞧我去 您还缩着去的 那你不就买个棍 瞧我去了吗 这个棍是冰的呀 那管什么 还有哈辣子呢 说这么恶心 干什么 您买 您买点的香槟棍 瞧我 对了 您买点东西 瞧他去 经常这么 李上往来 互相着串门 这不前写日子吗 我上北京的西单去旅游 正好啊 怎么西单叫旅游呢 那逛街 西单去逛街 正好路过他们家 我们家住西单 抬头一看 孙宅 没错 这不是孙宅吗 我跟你说 这个孙宅 我跟你说 我抽你 你去吗 你骂什么街 跟着 你当我听不出来呢 大舌头骂街 孙子骂不清楚 就叫孙宅 堵着门骂街去 那应该怎么说 老孙家就完了 老孙家 这我得接你瞧瞧吧 瞧瞧吧 啪啪啪一打门 留在里边出了一人 是 维桥不是外人 谁啊 她媳妇什么大嫂子 又要来似的没有 她媳妇 边走边唱 我媳妇爱唱 嘻里里里把门开开 花啦啦啦又把门开 开开门啊来 原来是月秀才 您还是秀才啊 长得跟韭菜似的你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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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脸绿的 这是我们那个小嫂子 我那媳妇 提起孙老师的这个婚姻呢 比较坎坷 你谁的婚姻用坎坷形容 比较齐齐 怎么呢 孙老师四岁就结婚了 我 我是不是早熟了 是不是 什么早熟 童养媳 哦 有这个 有吗 真有真有 她媳妇也不大 也不大 四十七呀 还是四十八呀 没法过 是我娶一奶奶我 没有共同语言 多新鲜呢 一直修书 给人家修了 干嘛写修书啊 你等我长到二十 她也死了 你想这丧偶比林一强啊 你想挺多呀你 废话这 没法过 没法过 后来又娶了一个 又娶一个 长得漂亮 是 北京话又狗狗又丢丢 这是土话 特别的美 好看 后来被她二舅领走了 被我二舅领 被我二舅领走了 再后来变成了你的三舅妈 我们家媳妇还是公有制的 现在这个媳妇好啊 现在这个 下岗的香港小姐 这能好都下岗了 为什么下岗啊 为什么呀 没有后台 就没有后边支持的人 对了 长得那是水亮 好看 你留哈喇子是怎么了 怎么了 我还不少 哈喇子 就是漂亮 边走边场 一开门 看见我了 瞧见她了 要跟我说几句 得攀谈 害羞 讨厌 缺德你 臭嘎咯的 老不来的你 你等会儿吧 你等会儿 等会儿 他又这样能下岗吗 那就是下岗了呀 这这什么意思 怎么说这什么臭干 老不来了 他跟我这样 我能跟他这样吗 你可不能 俗话说得好 什么呀 老嫂子鼻母啊 小叔子是儿啊 咱得规规矩矩矩一本正经的 你得客气呀 嫂子 对 我最近忙啊 哎呦呦呦 行了行了行了 干嘛这血都上涌的是怎么了的 你好好的你 最近比较忙啊 忙你就不来了 哎呦 臭嘎咯的你 什么话这叫 进来 哎呦 快点我都等不及了 你等会儿 然后呢 没这么说话的你 领着我就进院里了 进去了 哎 进院里了 是 进院里 我心想怎么也得问问孙悦在不在家呀 对不对 哦 你心里还有我 那当然你在我心里多么的有分量啊 嗯 那是那是 是不是 你也是怕我拿刀追你啊 我说嫂子 嗯 孙悦在家吗 我呀 谁 谁 这是我媳妇吗 是是是 孙悦 嗨 怎么了 喂王八了 喂王 我一听挺开心 你等会儿 你才喂王八了呢 谁喂王八了 谁说你喂王八了 你说的喂王八了 上老魏家忙活去了 您等会儿 上老魏家忙活去了 喂王八了 我是不是有问题这耳朵 我怎么丢字呢听着 少听好几个字 我上老魏家忙活去了 上老魏家忙活去了 那我心想 哎 想起来了 怎么呢 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 我妈 那我再问问呢 问我妈 傻子 老太太在家吗 我妈呀 嗨 上房了 上 我妈是猫啊 我说你妈是猫了吗 那猫才上房的 知道吗 什么耳朵 在上房屋待着呢 上房了 在上房屋待 我可能脑子是有毛病了 我以后 那我得去瞧瞧吧 就正堂屋 正堂屋 推门一瞧 怎么样 看见他母亲了 我妈 背对着我 面朝礼 腰部弯背不妥 精神 合法同言 是是是 干嘛 绿胡子呢 这不还是猫吗 这不 不不不 那看书呢 看书呢 那绿胡子 看书呢 手里拿着一本 金瓶梅 金 我妈就是 比较全面 看着看着 看不下去了 没法看着 把书本一合 放回原处 不看了 换一本插图版的 合着不认字啊 别乱了 老女这胡子 行了 新闻大怪 有有 猛啊 特别猛 你可以了 我得打开 这个尴尬的局面呢 对啊 我说 老太太 老太太 你好啊 你扭头看见我了 瞧着呢 讨厌 缺德 你臭嘎咛的 你老不来了你 我们家家风 就这样是吗 我说 就怨我了 老太太啊 确实老妹来了 您身体怎么样啊 身体 挺好 坐着坐着宝贝 坐着啊 宝贝还 给你倒杯水喝 喝点水 老太太再一扭头 我又发现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 老太太后边啊 有一个爪 发爪 爪上面插着一朵 小红花 什么意思 这你不知道 这是我妈的好日子 你妈那天结婚 你妈假人 你说的 我妈的好日子 好日子 结婚呢 不是吗 生日 我的天哪 我不知道啊 什么 那天是你妈的生日 对对对 嗨 你妈的生日 是是是 你说这生日闹的 你妈的生日 你妈的 你妈什么劲 你母亲的生日 对 我不知道啊 什么 您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还老味着忙活去了呢 我就给我多不孝顺 急什么 急什么 真行 老太太今天是您的生日 我不知道 是 我什么都没拿 哎呀 刚才拿一冰棍 你看就生 行了行了 哥就收进来吧 不合适 这样吧 明年 怎么样 明年的今天 就是您的周年 啊 到时候 我在来 我妈今儿就得死 是怎么着啊 什么叫周年呢 瞎说 谁瞎说了 你说你妈今儿就死 不合适 废话 你要不说周年呢 还是您的生日 明年的今天 还是您的生日 哎 到时候我再来 对 两份大礼给您送到 补一下 今天不要挑我的礼 是 一会儿啊 讨您一碗瘦面吃 哎呦 讨您一杯瘦酒喝 憋着吃 您生日快乐了 太太 好好好 得嘞 好嘞 宝贝坐着坐着坐着 老宝贝还得 我们娘俩正聊着呢 聊天 就听外边脚步声响 我回来了 没有 没有没有 您那几个姐姐来了 哦 我那几个姐姐回来 哎 这可不容易啊 几个姐姐嫁到一起啊 嫁到这个很远 来到一起不容易 是是是 大姐嫁到了 延庆 郊区 二姐嫁到了 秘语 还是郊区 三姐嫁到了 平谷 郊区 哎 这叫农村包围城市 我姐的全是外围的 你看 而且各自手里都拿着东西呢 是是是 大姐牵了两只羊 羊 二姐拿了两只鹅 哎呦 三姐递了两只鸭 全是特产 出门迎接 是是是 我嘿 大姐 二姐 三姐 嗯 你们好啊 好啊 姐姐们说话了 姐姐们说什么 他们怎么都知道 我是卖大理你 我早知道了 讨厌 哎 对 缺德 臭嘎辈的 老不来了 行了 行了 姐姐 嗯 这话不合适啊 嗯 是您老不来了 还是我老不来了 哦 你老来 我老来 嗯 哎 进来进来进来 进来吧 就是三个 进屋里了 是 刚进屋里 汽车声响 来车了 停在你们家门口 哎呦 哎 出门迎接 你去 接接接接 一打开门一瞧 呼 这辆大车 大车 十三开门的凯迪拉克尔奔驰宝马 您等会儿 您等会儿 哦 这是美彩多斯 十三开门的大奔驰 怎么样 聪明不聪明 啊 不得罪人家 哎 直辱的不留痕迹 现在都这样 哈哈哈哈 您先等会儿吧 什么车 十三开门的呀 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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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 上面下的一个姑娘 这车就省门了 二来岁 嗯 穿金戴银 有钱 红色的旗袍 哎呦 哎呦 漂亮 漂亮 我说 不好意思 嗯 您是哪宅的小姐呀 哪宅的 他说话 嗯 讨厌 缺德 我一瞧这是你们家人呢 对对对对 我们家人的风俗习惯这是 可是我不认识啊 谁呀 我说您哪宅的小姐 谁呀 臭嘎辈的 我还哪宅的小姐 嗯 我姚宅的小姐 哦对 姚姐啊 什么叫姚宅的小姐 你妹夫不姓姚吗 哦呦 我妹妹 老妹妹呀 哦呦 您是老妹妹呀 老妹妹 老妹见您挺挺玉丽了啊 嘿嘿 越来越好看了 是 谁说不是呢 啊 老妹见了你了 你最近挺好啊 挺好 咱俩在这聊聊天啊 好热呀 你看看啊 你给我搁下 穿着旗袍这么深风啊 那不都看见了吗 太热我也没有 太热也没有这么深 进屋啊 我也跟他说了 是 别看了 扫两眼 进屋里 进屋 屋里凉快 嗯 别着急 我拿着寿礼呢 我妹妹拿着什么呀 打开后备箱一瞧 两只野鸡 哎呦 我掺着野鸡领着你妹妹 我就进去了 掺着野鸡领 进屋里一瞧啊 您这有点乱 什么叫 您这说什么 掺着野鸡 领着我妹妹 不合适吧 那 拉着野鸡 你等会儿 滴了你妹妹 你没听说 您这么说啊 我妹妹投了走 你跟野鸡在后边跟着 起什么哄 好什么好 就进去了 知道你人缘 就进屋了 接着四个到齐了 大姐说话了 大姐说什么呀 今天是咱老母亲的 好日子 是 妈妈的生日 每个人说这么几句吉祥话 老李儿 祝老太的生日快乐 好 我是大姐 我先说 大姐先说 以什么为题呢 什么呀 各自手里拿的东西为题 哦 寿礼 我牵了两只羊 是是是 今天上寿 两只羊 羊 炕上坐着 有寿的娘 好 一会儿吃了长寿面 又我娘富贵绵长 富贵绵长 好词 你们很开心 是是是 谢谢 老吕这胡子 二姐了 今天上寿两只鸭 是 炕上坐着 有寿的妈 是 一会儿吃了长寿面 愿我妈富贵荣华 富贵荣华 是是是 你妈很开心 是是 我妈打花猫 开三姐了 今天上寿两只鹅 炕上坐着 有寿的婆 婆 一会儿吃了长寿面 愿我娘富贵三多 富贵三多 没错 你妈很开心 对对对 三多三多 还不舔点手啊 许三多 是许三多 开老妹妹了 我妹妹 听我的 是 今天上寿两只鸡 鸡 炕上坐着 陈冠希 去 你别跟我们家惹事啊 炕上坐着 是野鸡 炕上 什么 坐着有寿的 有寿的 一会儿吃了长寿面 愿我娘 寿比天奇 寿比天奇 没错 你们妈很开心 我妈胡子痒痒 说完了 几四个 陪着老母亲在那聊天 是 实话实说 我作为外星人 我在那不合适 有点尴尬 是不是 你媳妇在那也不合适 我媳妇这么不合适 她也属于 不算是你们家 也是外星之人 对不对 对对对 我得喊她去忙活点别的 对不对 您等会儿 你们俩外星人忙活什么 真小人 哎 什么 哎 你喊我媳妇A呀 我喊她B呀 你这话说 你喊名字 新莲 什么 新莲 我媳妇叫金莲呀 我说她姓潘了吗 那是 那什么叫金莲呀 谁说金莲了 你 银莲 银莲 谁都能刷卡那种 这这这 像不像话 阿莲 阿莲 她休息一下 可以了吗 可以了 等会儿等会儿 你们要干嘛去 这是 我们俩啊 去做饭 那你为什么要 封开说这俩字呢 显得硬朗 没有 你有点心虚 我听着 就做 俩人做饭 忙着 说这话 我们俩直奔卧室 出来 你老拦着我干什么 废话 我这段什么时候说完 你说不完了知道吗 你做饭 你上卧室干嘛去 怨我吗 那还怨我了 怨你们家的房子 我们家房子怎么了 这是客厅 这是卧室 男侧 女侧 厨房 一成六 怨我了 客厅 卧室 男侧 女侧 厨房 一成六 这不是猪圈吗 你们家才住圈里呢 说自己的家是猪圈像话吗 废话 有你这么形容的吗 这玩意儿 反正盖的不太合理 就在最里边那屋就完了 直奔那个厨房 你进厨房 门一关 你插 大钢一顶 窗帘一拉 这什么姿势 你歇了虎子显形了 是怎么来 不是 这就没在得瑟了 你别得瑟了 你等会儿吧 你像厨房干嘛 关门饼缸 窗哪都拉上 干嘛呀 这个人脏心眼子 你看见没有 我还没看往脏的想呢 脏心眼子 怎么了 别让我问住了 您说呀 你们家没有抽油烟机 对不对 没有没有吧 一会儿一炒菜 一呛锅 那个油烟飘飘荡荡 晃晃悠悠 来到你母亲内屋 把你母亲呛着 怎么办呢 这厨房没有抽油烟机 你把这油烟的飘出去 把老太太呛着 那你们官这么严实 你们俩就不怕了吗 不怕 不是 你们俩怎么不怕呀 人工户 就就就 把门给我打开 行 大缸挪开 门打开 窗帘拉开 嘿 这就开始忙 臭不要脸 咱们 又怎么了 废话 你都打开 你脱什么衣裳了 你 你活面 你不得脱了吗 我没明白 活面为什么就得脱衣 你们家活面 穿着活呀 你们家的面都穿身上了 你不得脱光了活面吗 不得 你等会儿吧 你们家是这样吗 那改变 我是不是在你们家 吃顿包饺子 这我得 我得 我得参观参观了 我得 那那那那 你说怎么办 你就穿着衣服套围裙 对 穿个围裙 脱光了 哎 活面 您这个面还有点立体了 这么活面 您的面在墙上呢 那怎么活 这么活面 您这面都都在手上转呢 您就这么活面就行行行 别比划了 行了行了 这面撒哪都是 活面 知道吗 那活面活这么开心呢 我们两个人正忙活着呢 我们两个人正忙活着呢 忙活着吗 说清楚了 别 活面呢 俩人说清楚 俩人做饭 我们俩正做着呢 是不是 做饭 说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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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字 我们俩正做着饭呢 对 就听外边打起来了 我回来了 是不是 宝贝 这个段子里根本就没有你 你老着急回来干什么 是啊 我着急回来抽你 我为什么呀 他这里没我 没你 出动全没了 打起来了 怎么呢 谁跟谁打起来呢 谁呀 他的母亲 跟他那个儿子打起来了 跟我那小儿子 他的儿子五岁 也不懂事 这怎么了 在桌子上跳舞 孩子 在桌子上跳舞没关系啊 怎么呢 抱着暖瓶跳舞 暖瓶 抱着暖瓶跳舞也没关系 暖瓶蹭了 蹭蹭了吗 可是里边有一个值钱的东西 平胆 平胆值钱吗 那有什么呀 你母亲的烟袋锅子 藏在那里边了 那小烟袋锅子 怎么藏那儿 那是你母亲的嫁妆 对了 都有纪念意义啊 我母亲嫁成就一眼带锅子呀 还有很多 那个东西值钱呢 那是我老爷留下来 对呀 老祖宗留下值钱呢 那确实 那老太太不给我 呸了 他能不生气吗 你说这屎呢 要打你儿子 小男孩跑得快呀 冲就跑了 在院里转了好几圈 好 逮不着他 最后四个姑姑一下 把小孩摁住了 拖过来 怎么样 妈妈给您揍他 这都是什么姑姑 再看他母亲 孙子 今天我要 咱别骂街 谁骂街了 什么叫孙子 骂什么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他喊他叫奶奶 他是不是应该 喊他叫孙子呀 你奶奶喊你孙子 你抽他呀 你回到家 你奶奶 孙子 你怕 你骂谁呢 我 合适吗 我怎么这么混蛋呢 不是 就是 辈儿哈 不是骂街 孙子 这不还是骂街 你在旁 今天我弄死你 哎呦 嘿 老太太 下不去手 哪有打胳膊人的 踢出去了 哎呀 啪 落到地上 是 再看他母亲 怎么样 无敌远运脚 踹了七百多角 老太太身体可以啊 七百多角 好 再看他儿子 怎么样 七窍流血 你还听我的 少看的猫和老鼠吧 奄奄一息 马上就死了 哎呀 难受啊 是 最后 哇 哭出来了 那说明是活着呢 孩子一哭 他媳妇吓坏了 我媳妇 怎么了 打起来了 赶紧穿 赶紧 穿 穿 什么叫穿 赶紧换 赶紧换 换 把围讯摘了 不用 带着围讯出去 带着围讯 怕人家误会 你不带着才误会呢 是不是 就得现交给 这么奇妙 带着围讯 出去了 出去没有十秒钟 怎么样 又回来了 等回来了 往穿鞋了 往穿鞋 你们俩做什么饭 还得逛着脚啊 你甭管 反正段子里面 你出去了 家破人亡了 出去一瞧 孩子都已经成那样了 倒在血泼里了 再看他母亲 我妈生事 这别捋活着了 老妖精 这猫精 这气坏了 哎呀 你说埋怨谁 埋怨孩子 已经七下流血了 是 埋怨老母亲不合适 对呀 她媳妇张嘴唱上了 我媳妇还唱呢 嗯 胡听外面 乱嚷嚷 安不悠的 奴家心里慌 来到外面 拥慕望 婆婆你不该 把她伤 行了 还带着乐队呢 词是埋怨老太太的词啊 埋怨我妈呀 老太太也挺生气的 埋怨怎么着 我 老太太显人来着呢 这里我应该还埋怨我 老太太又张嘴唱上了 我妈唱什么呀 我们一起学麻将 一起描摇 你别唱 不用来了 不用来了 怎么 已经挨上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你看 我刚才问你几句了 我说三句了 你会挨上了吗 我挨上了就是 对 挨上了 这就挨上了 对吧 这是第四句啊 第一句问你贵姓 第二句礼拜几 第三句数什么的 第四句几句了 这都是问题啊 我问你几句了 你说三句了 这不是挨上了吗 我问你几句了 你应该说我爸爸挑楼了 这就对了 对不对 对对我没忘了我爸爸的事 对吧 五个问题 对没废话 没废话 每句都算 怎么样 再来一回 再来 还是五句 我留神了 还是五句 每句都算啊 好嘞 开始啊 归星啊 我有痔疮 今天星期几 灯泡够亮的 你数什么的 画童心的 几句了 好多 又错了吧 没有啊 错了 这脑子行不行啊 这玩意一测就测出来了 不知道 这正好是第五个问题 什么第五个问题啊 又错了吧 问号 没有啊 你错了 这也是问题啊 没废话呀 又错了吧 这也是问题啊 是不是问题啊 问号吗 我 不是问题你能回答没有吗 对不对 这这这题多讨厌呢 讨厌这绕着你 你证明你脑子慢 不行不行 猜谜语吗 争议十五应该猜谜语 您刚才说这一海马一错了吧 这这哪是谜语 你告诉我 怎么叫谜语呢 你有谜面有谜底 这叫谜语啊 有谜面有谜底的 你说一谜面 听这个啊 诸葛亮借东风 这是什么 这是谜面 谜底什么 你别问哪 你得猜 诸葛亮借东风 有这出京剧 也有这个 这其他地方戏 历史有这典故 诸葛亮借东风 这我瞧这戏 打一种食品 这算严格意识 这谜语吧 可以吧 可以 你猜的这个 诸葛亮借东风 猜一种食品 入口的能吃 每位观众都吃过 喝风 这玩意儿多少钱一斤呢 面向西北张开大嘴 食品 喝风就食品吗 不得不不你别对付 诸葛亮借东风 这不知道 猜 别别我使劲猜我猜不着 猜不着 猜不着 猜不着了吧 这是个咪面 对吧 谜底什么呢 谜底注意到 您教我我学一下 我一说观众就得认可 就是我们夏天哪 吃那个西瓜 这怎么 都吃过吧 西瓜 你看 诸葛亮借东风啊 东风他往哪边刮呀 西瓜 不西瓜嘛 你应该怎么样 他自个说的啊 我不能说 我也说他矫情 你看西瓜 他自个说的 诸葛亮借东风西瓜 西瓜 哦 怎么样有学问没学问 行这不错 我再给你来一个 好 诸葛亮借西风 这是东瓜 醒我嘴来了你 这不算水果 这算菜 好 我没说水果 对 食品 这算菜 诸葛亮借南风 北瓜 诸葛亮借北风 南瓜 诸葛亮借旋旋风 旋风 旋风 来 不知道 烂瓜 你这就叫对付了你这个 烂瓜我这还想呢 哎呦哪哪瓜是这名 行啊 这就不错 哪市场卖烂瓜 诶有啊 你晚上天黑就卖这个 哪儿骗人的那是 不错啊 这脑子就不错 接着来啊 我再测试测试你 我还对你还挺感兴趣 我再测试 来 对我挺感兴趣 来个字迷 字迷好 来个字迷啊 注意厅长 设例面还挺广 哎 一横一竖一横一竖 猜一字 简单吧 一横一竖一横一竖 猜 我让你猜一字 你能晕什么气啊 你说错了吧 你别老质疑我这迷面 我让你改 没说错 一横一竖一横一竖 这不知道的 这都不知道 这是不是二十啊 怎么二十呢 你这叫俩十 这叫二十吗 一个字 草字头 草字头是一个字吗 一个字 我说那我别费劲 告诉你 这是什么 口腔的口 口腔口怎么一横一竖一横 口写的时候不都这样 一横一竖一横一竖 你跟法国人学的字是怎么着啊 你这这么一横一竖一竖 给猴一个笔都不这么写字 还就是这么四笔吗 我我说一字迷你也听不听好不好 你也会说呀 多欣喜 你说我猜猜 一竖一边一点猜个字 大小的小 一竖一边一点 大小的小 这你别蒙我 小朋友都知道 小朋友的小 对不对 不对 咬牙愣说不对 那你公布 一竖一边一点 不是小什么 补 补 补 萝补的补 胡萝卜 那补 那怎么一竖一边一点呢 一竖 一边一点 一竖一边一点 这边呢 那边没有啊 那不两边了吗 你这这 对 我不瞒您说 啊 我出这题我就后悔了 我漏题了 我那个 一竖一边 咱以为一竖一边一点 一竖一边一点 对吧 这正常的思维 哦一竖就一边一点 我告诉你多好啊 行 这题不错 对 表演表演你 回家玩去 这题不错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我我再考考你 看一个桌子啊 这不是桌子吗 桌面啊 一桌面 几个脚 四个 拿刀剁一个脚 还几个脚 三 你看看你看完了 这猜民语的日子 你不对不对 朋友们都知道 五个 你别拿这 你拿这手一数 误导你了 误导你了 不是 这不可能越多越多呀 就越多越多 越多越多 怎么可能越多越多呢 五个五个 四个多一脚 四个脚 减一个脚等于五个脚 懂吗 这是人话吗 你看 你别不承认 各位朋友都不明白 一个桌子 四个脚 这好比那刀啊 拿刀 做一个脚 一二三 四五 这桌子东西多一点 乱一点也能看明白 一二三 四五 哦 这这盾脚也算 是脚吗 锐脚 直脚 盾脚 平脚 周脚 这都是脚啊 不是刚才啊 盾脚凭什么不算啊 刚才这花干扰我 你别找客观 干扰我 再来一回 一桌子几个脚 四个 拿刀剁下两个脚 还有几个脚 六个 不对 还是四个 怎么还是四个呀 你这样剁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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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干什么你啊 干什么你啊 干嘛你 你要袭击我是不是你 干嘛你 干什么你啊 你干嘛你退我干嘛 废话你这叫做你这叫切 什么叫剁呀 离远点不就剁吗 你切完这桌子还立得住 这还叫桌子 你败家子是不是你 你管着吗 好好好 他猜不上来他老说的题不行 废话这两头鲁 我说一个 说一个好的 就这个啊 逻辑啊逻辑闭眼想画面啊 我这 逻辑思维行吗 真闭眼假闭眼啊 你随便啊 你想出画面感 行行你说吧 画面感啊 我的故事都说完了 听着啊 说啊 别害怕小伙 我还真不敢逼 闭眼他给我一嘴巴 我还说 他有这经验是吧 对我稍微挨过一遍 哎哎你看着点我 稍微是右脸 别害怕啊 哎 说西屋里是个牛棚 总播这句话 明白啊 西屋里边是个牛棚 哎 牛棚里边有皮驴 什么 嗯 西屋里边是牛棚 行 驴上牛棚里边去了 行鬼可以不可以吧 可以可以 可以吗 我阻止不了驴啊 对吧 这是迷面 你别老干扰我 我这是逻辑性很强 我得 一眼想西屋牛棚 牛棚是驴 想啊 说西屋里是个牛棚 哎 牛棚里边有皮驴 西屋 把牛牵出来呢 往东啊 把谁牵出来 你这你把这四眼说清楚了 是驴牵出来牛 牛牛啊 西屋是牛棚有头驴 牵住头牛里 他是牛棚那驴是点缀啊 他不能光有一驴啊 行行行行啊 他还有牛呢 我能听明白就得 对不对 你别给我插不了啊 一会儿干个一会儿 你出来马了是吧 是不是啊 你别你别你别掺和啊 我不掺和 你别出题啊 您这题我找头一回听 西屋里是个牛棚 哎 里边有皮驴 好 把牛牵出来呢 哎 往东走了三里 往东走啊 往东走了三里 嗯 然后呢 一拐弯往北啊 走了二里 嗯 方向啊 方向跟距离啊 然后扭过头来 往这牛的这个七点钟方向啊 七点钟方向是怎么怎么方向啊 又走了十五里 七点钟就是 哦 在在十五里 嗯 然后呢拐过身来 又往东啊 走了二百二十八公里 好像累死这牛了 然后问那个牛啊 想不想那驴 啊 来吧 应该公布一样 哎 你猜吧 问这个牛想不想那驴 对 走出那么远了 大概其他想 为什么呢 因为他走二百多公里了 不对 你这没有根据不行 不行 那就不想这驴 为什么呀 他走了二百多公里了 为什么不想 他太累了 哎 不对你说这都不对 你说这都不对 那你说这牛想不想这驴 嗯 你说这牛想不想这驴 那得问驴啊 这是人话吗 问牛想不想驴 对 然后你得问驴 这驴要想那牛 又得想这驴 多合理 您不能 你说一个吧 您要说这个 你说一个好的 就这个牛牛 牛驴驴驴驴是吧 牛驴驴驴 行行行 牛驴驴驴驴 我说一个啊 你也说牛驴驴 哎你听这个啊 说一个鱼缸 有一个鱼缸 鱼缸 鱼缸里我这不是驴了啊 听信我这是鱼 鱼缸里边有鱼 鱼缸里边有鱼 可不是冷冻 那是呢 是冷藏 哦 24个小时 打开冰箱门 把鱼缸取出来 广胜王子 没鱼了 这怎么回事 怎么样 这比那二百多公里强吧 哪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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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啊 太简单了你这个 好笑打你手背上 鱼不是没了吗 鱼让那王八吃掉了 没吃 没吃鱼缸出来了 鱼缸里边也没有鱼 没蹦出来 那我知道了 两套 哎 跟变魔术似的 他提前搁一个不带鱼的 转天把这拿出来了 对不对 哎 对吗 我们结婚一傻子就这么答的 不对 这像话嘛 这这答案多合理 他不对 你不对说不对 你说啥子干嘛你 不对 不知道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你公不公 不知道啊 留着这题问别人啊 这小趁小常识 太好了 鱼缸里边有水 俩动物 一个王八一个鱼 搁上水啊 把这个鱼缸呢 就搁在冰箱里边了 没冻上冷藏 24小时把鱼缸拿出来 广胜王八没鱼了 鱼哪去了 这王八也纳闷呢 鱼哪去了 什么玩意儿啊 你听这叫 人身攻击啊 这就叫 人身攻击 男人开心 男人开心 他自己一乐 你这有什么意思 我没有我并没有乐 有什么意思 我并没有乐 你这 我正想那牛想不想驴呢 太太可气 这种题这不叫玩意儿 不叫玩意儿 不叫 您要不说这牛跟驴这题 我绝不说这王八这题 我本来我今儿我不想说了 知道吗 你不想说你为什么你脆我干嘛你 你脆我干嘛你 这是技巧 我跟你说啊 你这个题目出的呀 说实在的啊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没有什么意思 好好好 不行你换意好的 啊 换意好的 我还换意好的 换意好的这不行 你这除了男人开心没别的意思 行 我那个题出的没男人开心的 行行行 对不对 我换意稍微好一点的 换意好的 好好好 在那动作 哎 你换一点我这发型 好 这就是个弥面 哦 这一个动作是个弥面 对 猜什么呀 猜个动画片 猜动画片 猜着了 这是 小偷爸爸 有这动画片啊 对不对 抱歉的通知您不对 你看他不敢承认 他不敢承认 不对 不知道 不知道告诉你啊 还不着 就这一动作啊 什么动画片 葫芦娃 哦 这一动作这是一个动画片 葫芦娃 这没挖苦人吧这个 这这这我也会啊 是吗 你这是我这一动作 我这一动作 你你猜国家 那我不知道 巴勒龟 对对对 对对对对 你你这谁都会 谁都会 你可太恶毒了 哪点恶毒 你可太恶毒了 哪点恶毒了 哪点恶毒了 就这您这您这我都扒了龟了 你这玩意儿 我那王八怎么纳闷来着呢 你多可气 你不说这个 哎 这么办吧 今天是正月十五啊 说点谜语啊 登谜啊 这叫点缀点缀 异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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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说一下的都会说这个 哎 你说他说那个呢 这谜底呢我也都知道 我说这个那谜底呢 他肯定猜不着 是吧 我还是那傻蛋 不是 他也都知道 这都是传统的 这都是老套子 熟了大家也都知道了 这个老说就没什么意思了 你要干什么吧 对不对啊 说些都唱这叫斗 对 没事我老跟他斗 对吧 您记住了俩人台上好 才斗的 我们俩关于好 关于不好不会瞎斗 是 我跟他关于就挺好的 我是他爸爸 哎呦 的干儿子 大喘气呢 你别打断我 我这人啊挺注意这个 你打断人家非常不礼貌 还唠你我不礼貌 对啊你打断我 观众认为我真是你爸爸 后面还有话 没有 还有我是你爸爸的干儿子 您连着说 哎 他是我儿子 不是的干爹 对吧 我媳妇是他妈 没听说 的干闺女 他妈是我媳妇的干娘 你不会断卷是怎么着 我气短 你气短 你老是长辈 关系没错啊 你连着说关系没错 你重新说 你当着朋友你说 你说我是不是你爸爸 又来了 的干爹 是啊 啊 不是 绕你了 完了 我绕你了 你甭甭甭 坐一甭坐一 我跟大伙我倒一道 我绕他 我绕里边了我 怎么绕你 我跟你爸爸叫干爹 你说说明白 对不对啊 好朋友啊 关系近呢 说馅儿的差不多 都关系都不错 对 说些都唱基本功啊 嗯 郭德纲唱了半天了 又京剧又平戏又是帮子的 他那唱那方面 对 真正的唱 刚才也唱了太平歌词 哎 对不对 是啊 还有一个他没展示的 这是什么 叫鼠唱来宝 他他唱的不好 后来发展成快板书啊 快板啊 有很多流派啊 王高礼三大派吗 你行吗 听过吗 我四岁 我就听 四岁就听 对 哎呦 没听明白过 怎么我就没听明白过 在这我展示展示 展示展示 当着朋友们 我来一段 我来一段 你就没听过 怎么可能 哎 朋友们这是您来着了啊 轻易不漏 我四岁听 鸡脚嘎丸 什么段子我都听过 什么段子都听过 对 我唱这段 你都没听过 不能 我唱这段你要知道啊 你要知道 我扶你了 好 行吗 好 你要知道我给你一毛钱啊 算我输算我栽跟头了 留留 您留一毛钱买糖去啊 算我栽跟头了 好好好 你要不知道呢 我给你一毛呗 那可不行 那怎么叫不行啊 你要不知道你这我儿子啊 你先别唱了 哦 我要吃到呢 你给我一毛 对 我不知道呢 我说你儿子 我有病跟你打着赌啊 你不有把握 我甭去甭去 甭去 甭去 好 一毛一毛 一毛一毛 正啊 我贵的又多 正 正五个 我撒泡尿就没了 你什么不知道 我卖没力气 卖卖 卖什么力气 我看你听着没听着呢 我看你听着没听着 我喊完你要没答应 我喊完你要没答应 这小子没听着 那我就别唱了 你甭去不要这个 不要这个 你还真行 听着呢 听着呢 你甭甭 不要这个啊 注意啊 注意啊 我还挺文明的 你这儿 注意啊 二十一岁的小寡妇 少性没神啊 思想起了奴家好命苦啊 这过了门的泛白裙 死了那个鸾群皮啊 过了门 这不是这 死了 你看到 你吓我一跳你这是什么 你吓我一跳 我吓死你都不冤 凭什么呀 这词是死了那个当家人 当家人就是鸾群皮 就你 这段叫小广上坟 对 王派 王凤山 这你肯定知道 这你们家事 你能不知道吗 对吧 你甭说我们家 这老段子知道吗 我再来一段 你听这段 陈旧啊 小小这个宝盒一块铜啊 能供巧匠 把这个造成 四块铜帮 家一幕 三面是黑 一面是红啊 宝盒落在 芒果人手 你不要别别唱 你怎么老一鼓子一鼓子 诸葛亮鸭宝 高派 高凤山 这是于谦老师的师爷 说不知道 我凭 凭什么说不知道 我说这么详细 我不知道啊 我可不给你留面子了 哎 我可不给你留面子了 知道吗 我再也不给你留面子了啊 我再来一段 您您快给我收了吧 再来这 你还甭说知道哪派 你给我接上下卷来 证明你有本事 行行 我算服了你了啊 行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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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这么长 谢夏军 我接你奶奶个孙子 这叫什么语言 这叫什么语言 他接不上来恼羞成怒 我接你奶奶 我奶奶孙子不还是我吗 这不是废话吗 没用 根本就没这么一段 怎么没这 有这段啊 这段叫什么名字 这段啊 这段叫两只羊的爱情故事 行行行 听这名字叫瞎编的呀 怎么瞎编呢 这不是瞎编呢 这不是瞎编 这是什么呀 按照一定的规律编的呀 还是瞎编的 还是瞎编的 这是玩笑啊 别胡弄我 小段 就两句 行行行 你看看这是基本功啊 承认不承认 是 基本功啊 说学都有唱相 演员绕口令啊 快板啊 鼠来宝啊基本功 那么在北京演出 外地也演出天津 北京 南京 上海 广州 重庆 武汉 长沙 我们哪时候去 到哪儿头一件事 这是什么 先学一学当地的方言 干嘛 跟观众拉近距离 好交流 对 你说国外我们也演的 美国呀加拿大呀日本的 我们都去过德国 到那儿先学习当地的语言 对 跟人好交流 对吧 他就不行 我学不会 他在这方面就差一点 我比较笨 他对语言这方面呢 实在是没有什么感觉 我听不懂 对吧 你应该学学 我找不着老师 那个后台一个比一个废 我 我教给你 你又 你又教给我 我教给你 你教给我什么 你教你外语啊外国话 你会哪国话 哪个话都敢说 是吗 哪个话都行 你随便问 随便哪个话都敢说 我学英语这很普遍 英语不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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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没有教的 这是什么 英语就到那之后自己就会了 法语会吗 法语不会教 德语会吗 德语没听说过 哎 要不我教给你一点多了 你这什么都不成了 什么都不成 没有这么问的 有这么问的 英语你会吗 法语这是学习的态度吗 学习有这样的 跟郭德纲学校上 郭德纲来爆菜苗我听听 来杂语上来杂语上我听听 他这就给人拴对 他教给你吗 你跟我客气点 你面带笑容怎么了 行行行行 你看这个倒霉仪容你看看 咱打正位师傅咱别说说了啊 我还说乐着点问 问吧 那我问什么呀我问 你学什么问什么呀 你能教给我点法语吗 不会 不能不会 我踹你了啊 不会行吗 不会 你怎么你干嘛 不会行吗 当然会了 因为我经常我去法国 法语我说的最好 法国有个塔吧 大宴塔 大家谁没去过 是不是 法国那塔不叫大宴塔 大宴塔在西安的知道吗 这不让西安 西安您上外头 我不是叫西安的 法国那个塔 这叫埃 埃及金字塔 对吧 那在埃及 知道吗 我在那当过法老 假的 对不对 你当不了 搂着游客照相的 法老搂着人机照相 对对对 不行 这叫埃费尔 埃费尔 埃费尔蛋塔 铁 铁 铁桶 埃费尔铁桶 埃费尔铁塔 铁塔 铁塔 我经常在铁塔区那附近溜达呀 溜达达达 那话我都会说 是 法语说的不错 好 说的相当流利 你问我什么我教你什么 那我法语问 简单点你问问 行 那我随便问了啊 随便问生活用品 法国得有啊 什么 法国没有别问 这什么叫法国 斗争啊暴躲啊 这玩意翻译不了 法国没有 法国有的就能问 您要不说这词 我想不起来 法国有的 帽子 法国没有 问吧 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耗子吗 人家出四害好极了 哎呀 我问的不是耗子 什么呀 帽子 帽子法国有 帽子没法说 咱别听了 是草帽 礼帽 皮帽子 泳帽 是吧 是沾帽 帽头 护士帽 这怎么说呀 法国人穿西服 戴泳帽 好看吗那个 我让你穿西服戴了 你穿泳装的时候戴啊 对不对啊 我说就帽子这俩字 统称好啊 帽子叫 那滴 法语绝对是法语 你说了吗 说完了 你以为撒气呢吧 朋友们您要是懂的法语 您就和给我叫好 说我样还懂法语 那滴 你看你看同学都来了 你看 那滴 那滴 你牙掉了是怎么 那滴 眼镜 眼镜叫鼻子上边 多形象鼻子上边 您这法语我听那么耳熟啊 去用法国吗 没有 那怎么看耳熟呢 就是 不对 鼻子上边 我要问您啊 嗯 鞋子不 哎这袜子 满意吗 您有点太直白了吧 怎么直白呢 法国巴黎正音啊正音啊 正音啊 这我都快听出来了都 你不会法语 是吗 你听不出来 哎 吃的什么可以问吗 吃什么都行 花生 薄了皮吃 樱桃呢 涂了火吃 橘子呢 薄了皮涂了火吃 是 问的很有代表性 好 是吧 好 哎 棒子面粥怎么说呀 法国没有 有 法国不喝这个 我给他们熬去 哪国都有老玉米 棒子面粥 对 是刚熬的是搁了一天的 发音不一样 您这玩意儿用了这么严谨吗 当然了 喝 刚熬的 冒热气 对 叫唐嘴 不信你的试试 老师 您好 您带着我复习一遍吧 没有必要 有有这必要 现在还是总复习了 对咱马上冲刺了 进入冲刺阶段 对 倒计时了 刚才您说那些您可别忘了 您慢一点问啊 好嘞 帽子 你就慢一点说吧 脑袋顶着 你再慢一点说吧 脑袋顶着 脑袋顶着 没有必要就拐着弯了 您就脑袋顶着就完了 那不像法语 是吧 对 这眼镜呢 鼻子上边 鼻子上边 口罩是鼻子下边 口罩叫鼻子外边 你认识呢 别瞎发挥 口罩叫鼻子外边 鼻子下边那是假牙 他这法语都围绕着鼻子 他他他钻了词 合理吗 好 合理 鞋 挨着袜子 那袜子呢 挨着鞋 好 行 他可不他互为挨着 是吧 吃的那花生是 包里皮吃 婴腾 脱了火吃 橘子 包里皮脱了火吃 学多快 这叫什么玩意儿 学多快 棒面粥刚熬得那叫什么 冒热气 对 烫嘴 他肯定是烫嘴啊 合理吧 这要放三天的呢 热热 满意吗 那叫搜了知道吗 那一礼拜了 咱别骗人行不行 你这什么法语 我法国朋友多这呢 你朋友都法国人 对我喜欢交法国朋友 那我知道 你一问这是所谓胡问了 我哦 我问个花生我就胡问了 法语太难了 法语太难了 哪国话不难啊 教你点英语 你不是教不了吗 咱改对话形式 不从单词开始 英语底子大家多少都会点 哦 你底子怎么样 我我底子是不错呀 嗯 就是帮子烂的 破鞋 不是怎么叫 那你英语的底子 我差点意思我 哦 基本不会 对对对那太好了 我喜欢教这不会的 是吧 呃你从这边来我从这边来 您先等一等 一打招呼咱就开始 这里边没有包了瓶吃这套吧 有你给我戳穿喽 你你别骗我 童人们都懂英语行行行 咱不会瞎说 哎一会你就乐了 哈喽 你这愣头鸽脑来了 哈喽谁不会 哈喽 这我也能答案 哈喽 哈喽 买三 啊我这不成了 我就这我 我跟你打招呼 你也跟我打招呼啊 打招呼啊 是这什么意思 你这哥们儿 哥们儿 哎 买三哥们儿 那我喊什么 你喊我 爹地 也是哥们儿 买三 爹爹地 买三 不是等一会儿我再问了 买三 别别老拍人间板了 买三 买三什么意思 哥们儿 哥们儿 这怎么发音这么不一样啊 同一词 是你儿子跟你爸都同一词是不 你不是不懂英语吗 我不懂英语 爹地我懂啊 这跟咱那爹差不多呀 这发音都 行够聪明的啊 这不是聪明的 我怕你紧张 我从包了皮吃就不紧张了 放松没有 现在全放松到这儿了吗 我都放松 我连脚都放松了 放松了啊 让你放松精神 谁让你放松脚呢 放松了是吧 正式开始 咱别别有不要的伦理根啊 我也捏了 说 what's up brother you what's up man 说话呀我跟你说完了 我 我说完这句该你了 这 这不是那哈喽那套了 你多心心 你不不让说那个吗 我说 what's up brother 我不会了 你说what's up wh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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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where are you going what's up 对 别别词了你啊 你不就这么教我这么学吗 改词了 刚才是第二句 现在该第四句了 咱从第几句开始学的呀 从第一句啊 我第一句你第二句 我第三句你第四句 这都得不及 你说where are you going 你说just walking around 这扎死谁这是 就是中式英语 扎死他 扎死他 扎死他walking around 扎死他walking around 好 where are you going 扎死他walking around 哎好 by the way I would like to marry your wife are you ok with it 快点儿给你了 what's up what's up 你这这胡说 不对 这鸽子不是里边 我感觉我就蒙一个 看完一对了 对不了 我教给你啊 你说完这句你特别幸福的 特别是happiness 特别高兴 哎呀非常爽的 给我一鞠躬 哈哈 wonderful wonderful 你都拿分了 好嘞好嘞 从头来啊 还又还从头来呢 what's up brother what's up where are you going just walking around by the way I would like to marry your wife are you okay with it wonderful wonderful 好 行 有点意思 词都拿下来吧 哎不错 马上脱稿 情绪稍微差一点 高兴高兴高兴点 更完美了啊 以后有机会吧 我带你上外国 老师 跟人家咱 老师您在那叫我这套 都什么意思 意思没必要知道 记住词就可以了 别去我学学就掌握掌握 到时候后来他们不会 我教他们呀 不用教他们干嘛 他们不学着 别跟他们说啊 尤其跟郭德纲不能说啊 不能说 我说说这咱们 我也偏别学问 不行 他会揍你的 你说的不地道 那能不能 我们老师特别特别好 是吗 是吗 不会揍我的 我们老师就是好 那不行 我不能告诉你 别别别 你狗鼻子 我承受我狗鼻子 你教教我 学能力我怕什么的 真小孩 what's up brother 这什么意思 你最近挺好的 我这就是怕什么 what's up 也是啊 我挺好你挺好的 瞎大的 你说这呢 闲聊天 where are you going 你咋子干嘛去啊 我这扎死他这呢 扎死walking around 什么意思 没事我溜达溜达溜达 这不很好吗 你那挺长那套呢 你说那个by the way I would like my wife I would like my wife I okay with this 这不能告诉你 告诉你你恼了 我我恼你干嘛 你一生气怎么办 我不生气啊 你要生气怎么办 你要急了怎么办 我要生气我要急了 我是王八蛋 这是你说的啊 对 我把这意思告诉你 你一生气 你瞪眼你王八蛋 我王八蛋 早知你这么随和我 来万德佛一块告诉你 当然 你不就问那个by the way I would like my wife I would like my wife I okay with this 什么意思 就是说让你媳妇嫁给我 我问你乐意不乐意 我乐意个屁 我乐意 我乐意 这有问乐意不乐意的吗 急 急你王八蛋 你同意让他嫁我 你是王八蛋 你还大一辈 你挑吧 Please choose 这话多孙子呀 请选择 我说那 wonderful wonderful 哈哈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下面请你欣赏 学外语表演者 靳赫兰 朱赫松 谢谢大伙 谢谢大伙 谢谢您掌声鼓励 谢谢各位 感谢 谢谢大伙 谢谢大伙 掌声 谢谢啊 谢谢 重庆朋友多热情 对 确实是 拿我们哥俩来说吧 头一次来到重庆这个城市 心情非常激动 些许的忐忑 哎 上了台来呢 从大伙的反应当中 咱也能看出来 怎么着啊 好多朋友呢 可能对我们哥俩不太熟悉 不太了解 很正常 啊 读音社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对了 包括今天来说 在座几千位好朋友 都是师 朋友师父来的 哎 看郭老师来的 对了 提起我们哥俩来说 没有人了解 嗯 你不信拿我来说 您 有认识我的朋友吗 有 我这么多位好朋友 还真有 多好 你叫什么名字呢 您叫他 哎呦 想不到我的粉丝变全国呀 啊 重庆都有朋友认识我 包括这是我的搭档 我 有了解他的吗 是的 你们行啊 你们做好功课过来的吗 哎呀都认识了 他叫什么名字 谢谢 都可以呀 有对我们了解的朋友 有啊 我们哥来比较熟悉 也都知道 年轻的德云社相声演员 哎 学的年头不算多 倒不到的大伙是多多担待的听 嗯 其实啊 站在这个舞台当中 就是给您呢 卖力去表演 就得这样 哎 客客客客夜夜的给您去演出 那叫兢兢业业业 那叫兢兢业业 还客客客客夜夜了 哎 哈哈哈哈 对 啊可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啊 兢兢业业业 就是卖力去去表演 认真负责 因为拿我们来说都不是外人 哎 郭德纲门下弟子 都是他的徒弟 对拿我们这些纲门弟子来说呢 哎您等会 那你总不让我说话呢 咱还想往哪儿钻过去咱们还 哎 不都这么说 郭德纲门下弟子 简称 纲门弟子 哎 没有 他叫郭门弟子 纲门弟子 郭门弟子 纲门弟子 这什么说法 主要纲门弟子听着霸气 对吗 你一说我们纲门弟子 有一种侧漏的感觉 没有 没感觉到我们 对吗 作为他的徒弟来说呢 不能辱没了他老人家的名声 哎得努力啊 对吗 带出来了演员精兵强奖 都得个人学习业务精 对吗 相对于人家而言 我们哥俩是没有什么名气 小演员 对了 啊 德纲社真正有名气的大伙了解的 我师傅 哎 郭老师不用提了 师大爷 于谦老师 那都大伙很熟悉 大味明星 对了高峰高老师 哎 帮我们师哥 鸾云瓶 一处来都认识 啊 云鹏 啊 这都大伙了解吧 了解 大屁股脸 哎 形象就是那样 大伙都熟悉 旁边孙悦 哎大胖子 孙悦plus 哎呦 加大版的呀那是 大伙都了解一提 还有刚才的 小白 张鹤伦 对 张老师 大黄 郎鹤炎 郎鹤炎这都了解 都火爆啊 烧饼 啊 SB 小四 说着说着还骂上来呢 谁呀 说烧饼 SB 这骂人的吗 这不是 你看看德云社的演员站在台上 哪能够骂鸡 你那这什么意思 SB Super Boy 这叫Super Boy 超级男孩 Super Boy 啊 这么个SB 哎 那么烧饼 烧饼缩鞋 烧烧S不用饼B SB 啊 这敢巧了这是 这一提大伙都了解 都认识 包括谁呀 郭麒麟 那不用提了 对我们德云社大少爷 哎大公子 对少爷都知道吧 都了解 少爷这个行业来说呢 哪个行业 哪个行业 不是少爷吗 师父的儿子这么个少爷 我没有说他的职业 人家不挣那个钱 郭麒麟 这大伙都了解 都认识 张云雷 小辫 形象好 都熟悉 都棒着 为什么人家名气大 为什么呀 来得早 他干的年头多了 超级哪个演员来德云社十几年 那都是元老啊 对来的时间太长了 哎 这里边谁来的时间最早 哪一位 郭麒麟 这不废话 说的没错 他来的最早啊 没他爸爸 他还来不了这世界呢 还 对呀 所以说人家来的早啊 对 你所有人家得有名气 你捧徒弟 那讲究先来后到吧 哪一行哪一 都这样 对嘛 你先来的先捧 后来的后捧 对了 看我们哥俩现在没有什么名气 为什么 为什么 还没有捧到我们 我们等待着这个机会 对 你都得轮着来嘛 排着个吧 有时咱就得研究一个问题 研究什么呀 你说真捧到我们的时候 我师父还在不在 我们就害怕他死咯 有时你又想一个问题呀 你真捧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还在不在呢 所以现在我们哥俩搞的就是长寿和养生 我前面还有43个师哥 你听听 我们都想掐死他们也都想 都得慢慢去等着 人太多了 提高自己的个人能力 哎 文化修养这是应该的 那可不呗 尤其你说现在的演员 你和过去还不一样 有区别 过去演员你好成功 好有名气 人家那什么 有能力就行 能力高说的幽默就可以 在座的没有好朋友 过去听下着 对这个行业不了解不熟悉 听的节目比较少 两个演员一上台说几个笑话 大伙逗乐了 您觉得有意思 哎觉得这演员就好玩 但是现在不一样 过去变了 对吗 你都差不了多少大家伙 资深的观众 嗯 那么你听那个节目 好多的连我们可能都没听过 对呀 那么这个时候不好表演了 那肯定呗 要求就高了 是 那么你过去光有能力 现在三分天赋 六分的努力 一分的贵人扶持 才能成功 剩下九十分全看脸 你这是百分之的这是 我觉得这个要求 对于相声演员来说太难了 啊 还都得长得漂亮才行了 这今天来的都是德云社部分演员 对 大家伙在网上也都看过 都瞧着 德云社所有演员的演出 哎 你也都看见了 好几百人 各方妖孽汇居于此 哎 都给俱德云社来了 哎呦 长得什么样的都有啊 看玩意儿去吧 对吗 你没有说真正长得帅气 啊 漂亮的 对呀 没有 人长得帅的也不说相声 对你长得好看 你就当鸭子去了 那多棒呢 也不是 怎么了你这是 人长得帅也能说相 就少一些嘛 相对于而言 少点 对于是长得最帅的谁啊 啊 张云雷 你出来形象漂亮 对吗 好看 郭麒麟 对了 这都算帅气一点的 小鲜肉都是 对你说拿我们哥俩来说往这一站 往这站形象差点 我这个长相套用一个成语 这叫什么呀 随心所欲 嘿嘿 这有点胡来了这有点 我搭档 瞧我 为所欲为 我还不说他的我 没有那个帅气的面孔 差一些 尤其相对于我而言 我搭档还帅气很多 嗨 他们都说我长得像陆寒 对 我也喜欢北京琴书 我也是 那个这是哪个瞎子告诉你的 说话可气 什么叫瞎子告诉我的 你哪里像陆寒 不像人都管我寒 嘉陵江陆寒嘛 嘉陵江陆寒 都这么寒我 我的天哪 是不是对于你来说脸就是身外之物啊 说话就可气 你大伙上眼瞧一瞧这个演员 你看往这一站 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 您看他像不像一个猪站起来了 那么像不像这个演员 别喊像了这就 你看往这一站 猪鼻子猪嘴猪眼睛猪耳朵 这是猪头底下 猪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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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底下长的都是奶 走远了一看这跟双排扣似的 长得还真对称我 就是你这个长得很肥胖 我说明你长得好 只是因为你胖有特点 有的印象深 对了 当然别看长得胖 对了 他不怕开水烫 可不是这样 什么话 什么话 就是形容您胖啊 那也没有拿这话说 但是他这个胖 还比较适中 是吗 不能再胖了 真正胖到云鹏那胖跟的 孙岳老师 到孙老师那样就不行了 太胖了这有点 真的太胖了 胖到什么程度 什么程度 让你们忘了 岳云鹏也是个胖子了 所以说这搭档多重要 就是个大屏幕 孙岳王那一站 岳云鹏入不了境 只能照一个人 那么他那也就不行了 胖点了 太胖 适当可以 适可而止 再加上自己艺术能力提高 自己提高自己业务水平 得努努力了 你包括我大等来说 朱老师 打小从事向上这个行为 从小就说向上 你刚才我师父也介绍 说向上来说 我师父也打小 就开始学习 打下扎实的基础 娃娃腿 没错 那我大等也是几岁 七岁说向上 七岁 朋友们咱想一想 这真的啊 咱平胸而论 七岁 什么叫平胸而论 成语啊 平胸而论 咱们将胸比胸的说呀 那不平心而论 将心比心嘛 还平胸而论 比大小 来了是吗 这个演员胡说八道 你得抬上 咱就平心而论 平心而论 七岁的孩子懂什么呀 你现在刚上学 你现在家里有孩子都知道 带着孩子来的 七岁孩子刚上学 进学校 我搭档七岁 啊 辍学 不胜 真的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她的学习了 我就害怕给我妈添麻烦 不念了 那可不是多省事呢 哎 老话说的好 什么呀 七岁学艺 九岁净身 你听听 就是 我也太狠了我呀 不都这么说吗 七岁说向 九岁废了 啊 听这个嗓音有点没拉干净 去你的吧 对对对对 什么话这叫 那九岁净心 对 七岁学艺 九岁净心 对了 十二岁净功 哎 不对 还是净身 你那个 净心 打小人就努力 他是学向上 说向上 学习本门的四门基本功课 说学逗唱 嗯 确实人家样样精通 那单摘出来都是学文 努力了不少年 但是来到德云社以后发现了 啊 这个行业很难 那太难了 对吗 你学到的东西 嗯 跟你得到的不成账币 哎 不太一样 你简单来说 拿金枪去 金钱去衡量 哦 挣着钱多少 少 你真正说下来说 啊 真正达到我师父这样 你可能能挣到不少钱 是 你就拿我们哥俩来说 能挣多少钱 没多少钱 这咱大伙 咱就 这咱就聊天说话 嗯 你就拿我来说 您 来德云社不少年了 一个月指着 德云社说相声不到四万块钱 你说多 你先等一会儿 你等一会儿 就这点钱 一月你能挣多少钱 不到四万块钱 不值得一提 一个月挣不到四万 都是小钱太少了 这比当鸭子都多呀 对 你对于那个行业这么了解吗 像谁不得研究生活 对吗 你不到四万多吗 你具体一些呢 一千八 滚 你 不到四万挣一千八百块钱 你到四万了吗 那没到 对不到四万一千八 你说不到八万多好呢 不是 我不怕他们不信吗 哎 这人家也不信 对吧 你说一千八百块钱 啊 够干什么的 这什么都不够啊 你得正常生活吧 那可得活着呀 我们都在北京 啊 在北京你 都是一块你说 说得有住的地方 有地儿带着 咱甭提买房 嗯 你说买房去 那房价太贵了 北京 想都不敢想 一千八块钱买房 是啊 这买坟都不够 都不敢死了呀 哎呦 买坟经济试用坟 哎呀 胖一点你躺不进去 你想想 你还有得有正常的生活开窍 对呀 对吗 灌瓢盆柴苗盐酱醋茶 吃屎用的这些东西 你都在这里边 你日子过的是比我紧 我觉得 吃屎了现在都 这个嘴现在都那么壮了吗 现在小的 种类繁多包罗万象 吃屎用的这些东西 那就吃的使的用的 还吃屎用的了 吃的使的用的 嗯 吃屎用 好 你说的对行吗 啊 那多新鲜呢 再说你说回来 一千八百块钱 吃屎都不够啊 你要吃屎的话 你就干攒一千八耶 你就 多好 钱也存下了 干点别的 还烙个壮嘴 多棒啊 还烙绝活 吉尼斯世界纪录得有你一号 干攒一千八 对呀 攒点钱干嘛 我干吃屎啊 我这个生活很乏味啊 多棒 我不是嘴壮 我这是馋呢 好家 要你这么一说 我这个人生很简单 怎么了 只要有第一餐 自己就转起来了 哎 你要照我说 你连第一餐都不用 这么多师兄弟 谁不能帮个忙什么 我 吃不惯 就您这肠胃气死袁龙平 那是 高产没有用对于你 啊 什么玩意 你就说正的少 少点 当然一千八百块钱 是少一点 太少了 拿这个钱 无所谓 对 但我们很开心 是 谁让我们喜欢这个行业 我们爱说相声 对 说相声 为了什么 为什么呀 弘扬民族文化 我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 一千八百块钱 除了弘扬民族文化 还有什么作用 继承发展嘛 当然了一千八 那都无所谓 对呀 自己知道就好了 真的有时都不敢 跟观众朋友去书 不敢聊天有时候 有时因为有那个观众 有 加我们微博 跟我们聊天私信聊天 对 有那聊天聊什么都无所谓 别说你喜欢什么呀 对 你嫌哪玩去 是 想吃什么呀 有没有女朋友啊 你嫌怎么 这都无所谓 这属于嫌聊天 对 最怕的就是问到钱的问题 哎 一月挣多少钱呢 嗯 不好回答 可不嘛 你跟他怎么说 一千八 他肯定不信 那多新鲜呢 对吧 随便来一个人 就认为德云社的演员抄起来 哪个得挣个十万八万 都是大富翁啊 对吧 都是这么想的 你跟他说一千八 他不信 人都不理你 有时他会问你 是不是就你一千八呀 是 全国统一价 哎 只要在这说像 都一千八 对 真的有那个观众就信了 信了的是最要命 你瞧瞧吧 我有回演出就是 哎呦 有一个女的 看着应该岁数不大 二十多岁 她就知道我们挣多少钱了 了解了 真信 哎呦 头一排 我说一边都站起来了 闭嘴吧 不让说了 有意思吗 台上巴巴说半个多钟头了 一个月一千八百块钱 那么一个个你说 干点什么不行啊 是 那么小伙子长得挺精神 当鸭子不比这个挣钱吗 哎 这是听下来的 这不就侮辱咱们吗 妈呀 那么你看你小伙子长得就挺精神 结束两千 干嘛呀 抱你一宿 哎呦 这不就是侮辱我们吗 他都说这话了 对啊 你这不侮辱吗 这你人生的春天就来了呀 这是 两千块钱不少了 这是钱的问题吗 出发吧 boy 来呀 这跟钱没有关系 这是对演员的一种尊严践踏 侮辱你明白吗 这倒霉模式就是嫌钱少 是不是 你要嫌钱少 我给你出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 你可以走量啊 对 这不都讲这个薄利他多销吗 平时你这个外活不少接吧 平时你这个外活不少接吧 我现在差什么 胖起来以后不接得 我形象也要不上去了 完了完了 这跟钱没有关系 是 喊多少钱 甭说两千 再多都没有用 你们 你们不要这样 你看看 你们不要打破我的心理防线 啊 禁不住诱惑 真的实话实说 你们喊多少钱 演员 我们 是有尊严的 你想这玩意儿 一万啦 两万 两万 不行 我看你们 成交大哥 哎 喊这几万我看不见 我就看你四万了 来 不是 来跟大哥走 快 走 上 花了钱了人家都 上 不是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个样子 大哥掏支票了 旁边这是你女朋友吗 啊 这以后是算我大姐了吧 论截儿俩 啊 这不要闹啊 多少钱也不行啊 你 你那十万的你怎么不拍呢 十万那不是女的吗 那不是 就是 不是这跟钱没有关系 真的 这是一个演员 我们作为演员来说 真的咱实话实说 对 卖身不卖意 你们像我们 不是 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 不卖身 啊 不卖身了 对 不卖了 啊 那海参什么不卖了 卖意对吗 我们就是演员 艺术 你甭说几万 今天比方说吧 真有那个有钱人 亿万富翁 大老板 别说看上你了 那我嫁给他 对你 别人白来呢 好钱 我钱票都买了 咱满足人的小院了 你可能有点想多了 不大老板 我所谓他看上你不 你不要多想啊 他干嘛呀 人家比方说 想花钱侮辱你 行 咱这人不抬杠啊 我这人最讨厌的抬杠 是 你可能想错了 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种侮辱 哈哈 他想怎么侮辱怎么侮辱 这个人拿钱你就干活不就得了吗 对吧 你拿钱不干活那行 兄弟我 跟你那个问两句好吗 就是你要听我的 父母有条件的话 再要一个好吗 国家开放二胎了 你收拾收拾去世吧 凭什么 我怎么就得死去呢 我怕你赶不上这炉一会 不行 不行就不行 好你没有想到你是这么一个随和的人啊 想怎么侮辱怎么侮辱 比方说 花一百万 让你吃抛食你吃吗 不吃 多谢谢演员 啊 德云社相声演员一百万 不是他给多少钱 一百万 要不尝尝吧 要不尝尝吧 你要有这种话以后前面那堆废话不要多说 一百万不少钱了 这跟钱有关系吗 啊 德云社 金子招牌 郭德纲土里 纲门弟子一百万吃抛食 人家给你一百万 你是不是 我会让他倾家荡产 您这还不如我呢这个知道吗 凭什么不吃 哎呀 何找这这俏活呢 我一个月一千八五 我什么时候能吃出来一百万 真的这活不好找啊 哎 当然话又说回来 谁有病啊 疯了 花一百万看我吃抛食 有钱没地花下来这是 他要有那个想法证明他那个钱就是这么来的 那可不 这属于报复这是 就是作为演员来说 确实你得有自己的职业道德 必须的 职业操守 你这必须要有 哎必须要有 有涵养 哎 提高自己内涵 平时就得多学习嘛 对了 对了 平时咱也看书 你也学啊 当然了 是吗 什么叫十万个胃嘛 你把那话书撂下 你把它撂下 什么叫十万个胃嘛 就天津出版的一本书啊 啊 十万个胃嘛 天津出版叫十万个胃嘛 对啊 东北出版叫十万个干啥 对 对 陕西那边就十万个弄啥呢 没有 十万个胃神嘛 这书不你都得看吗 就得学呀 学习呀 是啊